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星期三 昨天我又出了一段影片 關於可伯和他的參淺太婚姻 這段影片引來非常大的迴響 亦有很多網友看我的影片 我非常感謝各位 既然大家那麼支持我 我就會繼續跟進關於這件事件 今天想和各位分析一下 第一 為何可伯有這麼多錢都可以住公屋 是否要查他呢? 第二 究竟可伯可不可以問小女兒追討錢呢? 第三 就是關於分身家的問題 究竟貪錢太太可不可以分到可伯身家呢? 我在這段影片都會一一解答 和跟大家跟進後續發展 和我一些建議 好 我們立即開始 首先我先講講公屋的問題 可伯既然銀行有450萬這麼多 為何還可以住公屋呢? 其實根據房署的入息及個人資產資料 一人單位公屋資產上限是286,000元 但當中是有豁免入息及資產申報的特別條件 其中一項就是所有成員年滿60歲或以上 而可伯現時是76歲 而且是因為他剛剛極速申分 所以公屋應該未加入貪錢太太作為住戶之一 所以可伯在這一刻還是符合豁免申報資產條件 如果可伯繼續跟貪錢太太一起 而他們兩位也繼續住在這間公屋 可伯就要申報貪錢太太是住戶的其中一個人 很明顯貪錢太太太 現時是四十多歲 就完全是不符合豁免的 可伯就很有可能要申報 很有可能就會超標 當然現在 小女兒拿走他的銀行聯名戶口的錢 可伯還有多少錢身家呢? 就不知道了 這個就要容後等房屋處查了 其實很多網友都問我 如果房屋處是否應該查 我覺得在這案子裡是絕對應該要的 因為可伯之前是符合豁免申報類別 但是他這個情況是有一個重大的極端改變 所以我勸喻房屋處調查 他的公屋是否跟貪錢太一起住 以及有沒有加上貪錢太的名字 如果有房屋處是否應該採取行動 第二個問題很多網友問 就是可伯究竟可不可以追討 小女兒拿了那四百五十萬呢? 其實我在昨天的影片都說過 因為這個戶口是聯名戶口 即是說那些錢是可伯的 也是小女兒的 兩個人任何一個人 單方面簽名都可以拿錢 除非當他們開戶口的時候 是跟銀行說明 一定要兩個人簽名才可以拿錢 如果不是銀行是會給小女兒拿錢的 因為那些錢兩個人都是一樣有份的 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 可伯是非常難可以追討她小女兒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究竟 貪錢太可不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分到可伯的錢呢? 例如是離婚 或者是如果可伯是百年歸老 我都會逐一跟各位分析 首先是說離婚 假設可伯突然間清醒過來 要跟貪錢太離婚 當然啦 因為他們只是結了幾個月分 在一個婚姻條例裡面 如果有一個長的婚姻 雙方是可以分到一半資產的 但是這個婚姻是極之短 其實可伯可以用其他原因 將這個婚姻取消也可以 有些案例是這樣 這樣我就不多說了 但如果離婚 我相信法庭是未必會分到錢 給貪錢太太的 第二就是如果可伯突然鮮猶 又怎樣計算呢? 這個就要說回 究竟可伯有沒有生前立到平安寺 即是遺囑 如果可伯是有立遺囑的話 當然啦 遺囑繼承人就可以拿到手套錢 但是立遺囑的時候 是要證明可伯是神智清醒 以及沒有被迫或陷入 來立遺囑 但是如果沒有立遺囑又怎樣呢? 那就會根據法例 法例來說 其實配偶是可以分到 頭的五十萬 之後再分一半 詳細就不多說了 其他就會跟子女評分 當然是 這個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可伯有沒有 勞為足 我希望其實小女為了可伯好 那四百五十萬拿走了 就是可伯的絕大部分資產 那貪錢太呢 就不可以再承虛二入 拿可伯的錢 另外當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是發現其實小女 現在都是住公屋的 但是她竟然有一個聯名戶口 和可伯有四百五十萬 就算一半 都二百幾萬 小女是拿了那些錢出來 用本票 那好可能是回她自己戶口 而小女那麼年輕 當然就沒有那個 豁免資產申報權 其實她一早已經大大超越了 房屋處公屋的資產上限 那我在這裡覺得房屋處 也應該是徹查小女 看看她為什麼可以都住到公屋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和我一貫提倡的 我們香港的居住房屋資源 是極之寶貴 特別是公屋 所以是絕對不應該被人濫用的 我相信各位網友都支持我這個說法 好了 那我解答完網友的一系列問題之後 我就會講一講我覺得 這個家庭應該後續做些什麼 首先應該是真的成立一個基金 給一些錢 可伯 不要讓方家覺得他們這麼不孝 還有 到今天為止 那些子女都是沒有受過任何傳媒的訪問的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他們應該出來 勇敢地接受傳媒的訪問 說回他們那邊的故事 他們那邊的版本 就不要讓貪淺太單方面說話 這樣才可以讓各位網友知道事實的全部 好 而在貪淺太方面 都有網友留言跟我說 其實都可以證明他是真愛 如果他出去打工賺錢養可伯 就可以了 或者現在可伯沒有錢 他都還跟他在一起 那就是真愛 我是同意的 我覺得 現在可伯 我估計他大部分的資產 都已經是不存在的 其實貪淺太 是不是還會和可伯一起呢 現在可伯是沒有可能 再買一些金器和珠寶給他 亦都不可以打一杯給他做生意 那現在我想是貪淺太 向各位市民大眾 表示他是真正愛可伯的時候 還有各位網友 覺得貪淺太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好了 今天跟進關於可伯和貪淺太 情況就到這裡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 是說得好 解答到各位的問題 還有各位可以掌知識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升級一節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罪生行騙手法 和大家怎樣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說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各位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大家 請自行 感谢观看